MING PAO TORROW 上集介紹了板球的歷史 場地和球員的位置等 大家對板球已經有基礎的認識 接下來想介紹一下 板球的個人裝備 板球的投球速度可以很高 所以我們在開始玩之前 應該配戴適當的保護裝備 尤其是守門員和擊球手 而外野手只需要一般的運動服裝 就可以上場玩了 為了保護球員 頭盔和小腿護膝是必須裝備 而擊球手和守門員所用的手套 亦會有不同 前者主要是防滑 方便緊握球板 後者的手套功能 主要是加強接球效率 擊球手用的木質球板 由長柄和一面平坦的木板組成 最多長96.5cm 闊10.8cm 投球機用球由軟木製造 外層由皮革包裹 因應不同性別和年齡組別的比賽 會有不同的重量和大小 雖然個人裝備可以避免受傷 但在開始玩之前進行熱身運動 都一樣很重要 球球手通常分為兩大類 分別是速球派 Pace Bowler 以及船球派 Spin Bowler 球隊會因應不同策略 安排不同類型的球球手上場 球球手目的主要是令擊球手出局 現在簡介一下其中四個常見的方式 1. 投殺出局 Bull Out 擇中三柱門令擊球手出局 2. 接殺出局 Cocked Out 球球觸及擊球手球板或手套 並在落地前被守方球員 在邊界範圍內接住 3. 追殺 Run Out 擊球手在三柱門之間跑動 或離開安全線時 防守球員用球摘向三柱門 令柱門上的橫木移動 4. 觸身出局 Bull Out Bull Out 投球擊中擊球手身體任何一部分 而裁判認為擊球手身體構成阻擋 以致投球未能擊中門柱的話 擊球手亦會被判出局 擊球方面主要有五種打法 包括直板擊球 防守式擋球 削球 拉擊 以及掃擊 擊球員擊中板球 當球被守方外野手捕捉到之前 跑到球道的另一端 而他的隊友跑女員 就跑去擊球手原本位置 兩人用板或身體 在安全線後碰地 就會拿到一分 俗稱跑分 如果球在沒有著地的情況下 直接飛出界城之外 稱為六分打 板球在界城之內落地 之後滾出或彈出界城之外 就為之四分打 板球對運動員的反應 速度、手腕協調、策略理解 球員間溝通和合作的要求都很講究 對,板球還有很多有趣的地方 等待大家去發掘 我覺得板球這個運動 每次我們打比賽時 你都不會猜到結果是甚麼 而我們每次比賽都像下棋一樣 會有很多不同的變化 板球最吸引我的原因 最主要是跟隊友之間的感情 我們一起贏過很多球 一起輸過很多球 變成我們之間的關係 是很緊密的聯繫 我最喜歡的就是擊球 因為擊球會很有刺激感 而且每次的球都會來得不同 我最擅長的也是擊球 因為這是我的專項 我花了很多時間去練習 我最主要會比較喜歡擊球 因為面對不同的投球手的時候 你要立即用很快的反應 去面對看這一球球要怎樣打 而可能有時候你會有些好的比賽 但有時候你會有些 打得比較不太好的比賽 你要好好調節你的心理 快點回來 其實南昂的比賽經歷有很多 如果要趕近牌 可能是有一次我們去南昂比亞的時候 去打一個系列 我們就對陣阿聯酋 阿聯酋一直都是我們的強隊 過一場比賽我們贏了他們 我們很開心 在最難忘的板球經歷中 應該是上五月的時候 然後我們在杭州舉辦一個東亞盃 東亞盃的時候 我們對中國隊和他們打出同樣的分數 最後我們需要加時 每邊多打六球球去決定勝負 這場比賽非常刺激 我覺得是一身難忘的 希望看完這兩集之後 大家除了對板球的認識多了 懂得欣賞板球比賽之外 亦會一起投入這項運動 如果想參與板球運動 又或者進一步認識板球 歡迎大家瀏覽康文署 和中國香港板球總會的網站 裡面有不同的活動等待大家